五年前百年国庆 神龙小组在总统府前跳伞 却因成员受到侧风搅局 导致一名女神龙降落时扭伤脚 27号上午也有神龙小组女成员 在跳伞时受到一阵乖风影响 被吹到民宅受伤 国军空训中心指挥官表示 27号上午 8000英尺高空风速为17海里 地面风速为13海里 符合国军的安全规定 才会进行跳伞 但为何跳伞途中 会突然吹起这阵怪风 导致女神龙受伤 高手上午最高温来到32.4度 其他专家表示 当时就是因为天气太热 导致上升气流在高空造成强风 把这名女神龙吹离 她应该降落的位置 在今天因为温度高 然后地表的上升气流又很强 比较强的偏南风过来 把它往北边吹 而造成了她最后 比较快的速度落地 而造成了一个受伤的状况 气象专家表示 神龙小组成员27号上午 是从屏东空军基地出发 预定在陆军关下降落 但因为高雄当时吹西南风 才会把女神龙吹到东北方 一公里外的民宅 另外气象专家也指出 其实高空跳伞 距离地面200公尺的高度最有风险 有速度之下 你又要有换取高度的空间 再来又要能够定点降落 操作的困难度取决于风 跟整个当时的地形条件状况 所以也就是说 他们在最后200公尺是最危险的 神龙小组执行跳伞任务 但因为没有掌握到上升气流 以及西南风带来的可能变数 导致成员受伤 未来军方恐怕得整合更多资料 才能让执行危险任务的神龙成员 安全获得保障 接着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